好了,你現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來講一下在以色列 這個也是巴勒斯坦的地方 不只是以色列的地方 在耶路撒冷 他們還是有基督徒的社區 其實在加沙地帶裡面也有 在基督徒的社區裡面 今年就不能過聖誕了 在耶路撒冷的舊城區 其實裡面也是有基督徒的地方 不過信耶穌的人就是 為甚麼呢? 今年就沒有聖誕登式 裝飾品也不會有 也不會有聖誕樹 一般時間12月就是 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社區 都是會燈火通明的 街道都會點燈 因為要慶祝耶穌降世 還有那些店舖會有聖誓 就算在加沙地帶裡面 那些基督徒都會慶祝聖誕節 現在就是沒有人的 即是基督徒的社區 即是以色列 巴勒斯坦的人的地方 現在就是完全不像聖誕節 有些巴勒斯坦人 不是信伊斯蘭教 有些巴勒斯坦人是信基督教 或者信天主教 那 都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過去他們自己的生活 就算新冠期間 以及 之前 在耶路撒冷 他們有第二次起義 他們第二次起義的時候 即是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義的時候 其實是很血腥的 但是 耶路撒冷照樣是有 聖誕節的慶祝活動 一直都有 這次 今年 這個冷清清的聖誕節 在義巴來說 都是史無前例的 就算是很血腥的情況 老實說 一般時間 只是以前過往 就算是很血腥的情況 都是會 過聖誕過節 慶祝一下 耶穌尼這個世界 就是對於基督徒來說 那 那 一個73歲的路德會 名譽主教 文獵 雄南 他是老人家 他就說 巴勒斯坦人第一次第二次起義裡面 都是有些困難的時期 那時候 都是有聖誕時 在困難的時期 都會帶來歡樂 但是現在的情況 就是你看到 加沙的那些年輕人 無家可歸 全部喊我 本來你動起一棵聖誕樹 就是大家開心 大家慶祝的 這個 路德會的名譽主教 文獵雄曼 他說的 現在是一個悲傷的時候 如果 你失去了一個家庭成員 就按照他們 巴勒斯坦 基督徒的習俗 你就不會擺一棵聖誕樹出來 他們一定有親戚在加沙是信耶穌的 一定是有人被人炸死了 我說過事實 因為之前 以色列那些追擊手 就是連你信耶穌也是要死的 你信耶穌也是照樣 找追擊手 就打你 打你去街 那 Yonan主教 他就說 不用聖誕樹去慶祝聖誕 那些時間就會拿去祈禱 其實今年11月10日的時候 在耶路撒冷 因為耶路撒冷有很多基督教會 他們的教會領袖 就發了聯合聲明 在今年之前 在今年的時候 跟那些 一定要說 面臨苦難的人 站在一起 今年放棄了 任何不必要的節日活動 呼籲為這場災難的受害者 祈禱 就是要捐贈 捐贈 為他們發聲 因為這個持續的戰爭 對 受難的人 是一個持續的傷害 那麼 現在呢 其實除了祈禱之外 所有跟聖誕節有關的活動 之前是有聖誕市場的 他們其實是 在 這個 新門 他叫做 一年一度有聖誕市場 沒有了 現在取消了 節日聚會 取消了 聖誕節 現在做的事情就是 大家一家人 坐在一起吃很簡單的飯菜 然後呢 就參加一個聚會 如果是天主教的話 就是望尼撒 基督教那些就做其他事情 都是一個聚會 好了 每年的聖誕節 其實 他們信耶穌的人 本來都是會聚在一起的 但是今年他們就不會這麼做 在耶路撒冷 他是有明愛的組織的 這個就是天主教的組織 他的秘書長 就叫做 Anton 這個 Anton Esfa Anton Esfa 那麼 明愛是做什麼呢 就是 救濟社會發展社會的組織 來的 做一些社會服務 那麼 他們今年就沒有 跟家人聚在一起了 因為其他人就在這裡受付 其實就是 有信耶穌的人就動起了聖誕樹 這個就是一個餐廳的老闆 他的餐廳就叫做Wesavi 餐廳已經收了皮了 為什麼收了皮呢 就是 因為 他在家裡打仗 沒有客人 他在家裡 因為他住在耶路撒冷老城 這個 他就在家裡做了一棵聖誕樹 他就說 至少讓那些年輕人 感受到聖誕節的氣氛 這個Gaby Henley 他有三個弟弟 全部都是男孩子 十歲、九歲和五歲 他說 真正的心理傷害 就不是 在成年人的身上 問題就是 那些年輕人會問很多問題 究竟 喂 哈馬斯是不是華人呢 以色列是不是很糟糕呢 巴勒斯坦人是不是很糟糕呢 那些小孩是無辜的 為什麼 小孩會被殺呢 哪個國家的火箭比較強一點呢 那 這個在老城區住的基督徒 Gaby Henley 他就說 他試圖 就是 盡量用外交辭令 去安撫小朋友 就不是教小孩 去爭議色列人和猶太人 其實 雙方的關係 就是以色列人 猶太人 以及巴勒斯坦人的關係 應該是更加好的 那 這個 芥末餐廳 就在 Jeffrey Gates那裡 收皮了 沒得做的 那 在聖誕節 期間 要經歷這些痛苦的現實 還要教小孩呢 那當然是很困難的 那 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學校 其實 耶路撒冷基督徒學校 就不只是教基督徒 這個就是 耶路撒冷 對 基督徒的小朋友 以及對 穆斯林的小朋友的教育基石來的 你叫以色列幫 巴勒斯坦人搞學校 就不會了 巴勒斯坦人那邊 他們當然有他們的學校 但是 是不夠的 那 一定 這些事情都是 找一些基督徒去搞 基督徒比較有錢 就是 我講過事實而已 基督徒的慈善機構 真的是有錢 扔下去做這些事情 其他地方 有錢人就很少拿去辦學 是比較少的 那 那 現在當然 他們的學校也沒有慶祝聖誕 沒有慶祝聖誕 那 其實是很慘的 學校裡面也不會再搞聖誕樹 以前的辦公室一定會裝飾 現在就不會 那 他有一間學校叫做 College Des Vries 那他這個應該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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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會的那些兄弟學校 那 那 他那個 就是 校長 他就叫做 Brother 那 那 那應該就是神父 那 那 但是他又不叫神父 因為他不知道應該是叫兄弟會 那些 那他就說 他們都沒有裝飾慶祝聖誕了 就是聖誕節唯一的標誌 就是教堂前面 就貼了一張 耶穌誕生的場景 那 相信他就是天主教的 這個就是 那 他 這個 神父就說 那些五六歲的小朋友 就問那些成年人 今年的聖誕禮物在哪裡 但是今年是沒有聖誕禮物的 今年是沒有聖誕禮物的 這場仗開始打 其實學校已經停課了 那麼 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教學系統 都受到 很嚴重的經濟壓力 他們的家長沒有辦法交學費 他們 搞了一間學校 都是要有學費去頂住的 沒有交學費 還有打仗之後 沒有旅遊業 其實 耶路撒冷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根本就是很多人去 去看聖誕 其實最主要是基督徒去的 這個地方是 旅遊業停了 失業率 急升 其實 什麼宗教的人 都可以在耶路撒冷之前是找到吃的 沒有打仗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找到吃 那麼 如果不做一些改變 教會的體系 就會崩潰 這是名愛的警告 這是名愛 剛才我說的 Anton Asfar的警告 就是說 現在根本很嚴重 本來 他們在11月 旅遊旺季 10月11月是旅遊旺季 還有聖誕節當然是 旅遊旺季 那些人去耶路撒冷 本來 基督教的店 它會有紀念商品 它 只是 幾個月賺的錢 就可以頂一年了 其實本來是 幾個月 做的事情就可以頂一年 他們只是賣 他們的 跟耶穌出生有關的紀念品 跟聖誕有關的紀念品 已經可以頂一年了 但是今年 街上一個人都沒有 現在是 其實 現在不過是生存不到 問題就是 大家都是死的 現在 沒有事情做 沒有事情做 其實在耶路撒冷 很多店舖都是賣 天主教的 最主要都是耶穌醬 那些東西 很多東西賣的 結果現在 全部都開不了檔 現在 有些人是頂不了的 在耶路撒冷 那裡 整個月沒有飯開 有些人 只是 加水電煤都不行 買麵包 不行 他們又不想黑錢 那些人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想找事情做 其實說真的 黑錢是到最後才會做的 那些人當然要做一下事情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那 Mannock就說 看新聞見過有巴勒斯坦小朋友 哭著問我們做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看到都心酸 那現在是很嚴重的 那耶路撒冷那裡 本來戰火應該不會波及到的 但是現在 因為打仗的關係 搞到 人家賺錢都很難 非常困難 那還有就是 巴勒斯坦的基督徒 在耶路撒冷很多 其實 那 他們是 不願意接受外人的憐憫的 在被殺害的巴勒斯坦人裡面 其實也是有巴勒斯坦基督徒 在加沙被殺的 現在 在他們 加沙裡面 就剩下 大概一千個基督徒 其實就是 十月的時候 以色列是糟糕的 他們連東正教的教堂也是要炸的 這個就是 希臘東正教的教會 這個聖波菲尼烏斯的教堂 本來就有幾百個 巴勒斯坦人在那裡避難 結果 以色列的炮擊 就弄死了18個巴勒斯坦的基督徒 其實這個比例 就是 以色列去殺基督徒 還多過殺伊斯蘭教徒 你懂得 如果按比例來計 因為本身已經少基督徒 他就 殺大量的基督徒 如果按比例來計 這個聖波菲尼烏斯 希臘東正教的教堂 其實是十二世紀的建築 你懂得以色列是炸人 十二世紀的建築 叫聖波菲尼烏斯 希臘東正教堂 好了 早幾天我也有說 就是以色列的追擊手 射殺基督徒母女 就在加沙聖家教區的 教堂 那裡 在花園 射死 其實很多基督徒的家庭 都在加沙聖家教區的 教堂 那裡 就是躲起來的 那一次襲擊 不只是兩母女死了 這個一定要說 因為他的總部 就是在耶路撒冷的 這個是天主堂來的 他就說 在那次以色列追擊手襲擊裡面 還有另外七個人被槍殺 以及他的襲擊就 弄爛了 水箱和太陽能板 另外就是 教區也有聲明補充 以色列的坦克射了一顆東西 對準加沙市隔離的 這個就是 德蘭修道院 裡面 有54個嚴重殘疾的成年人和兒童 他是射破了那個地方的發電機和燃料 有另外兩顆導彈襲擊 讓那間修道院沒有辦法再住人 他是讓 在那裡躲起來的殘疾人流離失所 還有 有些人本來要用呼吸機的 結果也不能用 以色列的軍隊就死都不承認 扑你那個街 我一定相信 教區是不會冤枉他的 天主教教區 沒有必要冤枉你這個以色列 現在以色列就是 教區是冤枉人 教宗方濟國 Paul Francis 就公開譴責了這些 殺陸的行為 那 當然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以色列會實施這些襲擊 也 沒有辦法 在 準備聖誕的時候 理解為什麼以色列的軍隊會做這些事情 其實大家都準備過聖誕 其實就是 你搞這些事情 以色列真的是 對不起 非常糟糕 當然在爾巴那裡 其實基督徒社區是越來越少的 其實耶路撒冷他們的基督徒人數也是在縮減 現在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人數 就剩下兩萬人左右 所以死一個人的比例就很高了 其實就是 我講到這裡 其實就差不多了 那麼 在耶路撒冷這個聖地 他沒有辦法抹走那些基督徒 我認為 一定有人相信耶穌 在這個聖地那裡 一定有人相信伊斯蘭教 也一定有人相信猶太教 其實大家都要和平共處 你現在搞到這樣 說真的 這個世界的基督徒 如果真的有些知識的話 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也不可能走去同意 以色列做的暴行 那好了 我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下午就會有正向世界 晚上就沒有九點聚了 應該就是明天 早上 早上 神盟第一線再見 聖誕節 聖誕日也會有神盟第一線 好的 多謝大家的支持 就是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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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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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